好 假设你一不小心把密码忘了啊 密码忘了 那你都登录不上了 对吧 登录不上了之后怎么办呢 你学研是不是肯定是在本地服务器上登录上 ssh连接到这个linux服务器上 是意思吧 连接服务器上之后呢 你去编辑一个MySQL的配置文件 买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编辑这个文件了 编辑文件之后呢 你MySQLD里边是不是配置 VIM有吗 不一定有 有 好 配置警号是不是都住室都不用说了吧 好 那下面来看一下有没有 这是不是都是MySQLD里边 没有第二个什么中夸号了吧 没有了 那我现在就运行了 好 这里边你看有个正玩是吧 因为这两个干什么呀 是我 这是我快这儿的 原来应该是没有的 啊 原来是没有的啊 没有之后呢 我是加上的 这两行 这两行是不是 就是复杂密码还简单密码这个问题啊 这两行 然后这个呢 是跳过密码 这两行先不管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跳过密码的 啊 嗯 警号去掉之后呢 保存退出 然后呢 你可以重启一下 对吧 如果生产环境中 你就不能这么干了 啊 不能这么干 如果密码丢了 时代记不起来了 你就要冒风险 在半夜的时候 风高什么 约位时 正式重启服务时 是吧 CTR 原来是打的 买在个地啊 好 此时你检查一下 重启完之后 NTAL NTAL 3306启动了啊 那买塞口 默认情况下 你直接敲尾车 你看是不是都登录上了 诶 我什么也没指定 是吧 默认情况下 干什么呢 他会以本地的方式去登录 并且呢 以用ROOT这个用户去登录 但是你现在是不是已经跳过密码啊 诶 你跳过密码之后呢 你觉得你现在是 就说 就直接能登录了 因为是在本地的嘛 默认就是这样 然后 所以说你的 真正利用的是ROOT这个用户啊 这个密码啊 不能随意给人家 好吗 如果你在生产环境中 我告诉你啊 随意给开发了 开发局部 上局上 乱搞 好吧 你三公六院那些样式都不能给 给了你就乱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正在他还不负责 开发了真的是不负责 伤酷了或者伤悟念了 不管 就算有责任 他管 那是不是还得你清理啊 你是不是把有些东西给他找过来啊 找过来那你有可能就会加班 并且其实责任呢 主要责任还怪你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随意把ROOT密码这么大选举给人家 包括数据库的密码也是有运营人员 咱们保存上不能给他们 不能随意给 对的话 发邮件 空口 空说无评 发邮件申请 一级一级申请 你们航空都教过你 对吧 不多说了啊 好 现在让我们跳过密码进去 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要修改密码了 修改密码来看一下 不使用密码 这个是不是首先添加证啊 重启一下呀 重启之后呢 你这个修改密码的时候呢 你直接改数据库 还是这个回来给文档呢 把那个剩余的拿过来 这个你alert 应该是不好使了 用update之类的 啊 这个修改密码 稍微有点固定 过期处理是这个吗 或者这个 忘记密码是这个吧 等于一坏了 off 一和什么off一样啊 一这个是授权 不是啊 只有on 一和on一样 好吧 或者等于处 在这里一处或者on 是一样的意思 都是授权的 就是都是打开这个权限 好吧 然后呢 用update这个 看到吗 呃 或者用update 这是一个更新的数据库的一个语句 啊 就一看这个 mysicle 这个mysicle.user 意思是我要 这是不是 意思是没有切库的情况下 没有use mysicle 情况下 好吧 use mysicle 切库的情况下 用 然后我们可以在任何位置使用这种操作 某个库的 这个库的某一个表 买sicle 数据库里边有个这个表 用点的方式去连接 好吧 表示 然后呢 你要按update 又是更新 我这个库的这个表 更新什么字段成为什么值呢 用set 设置的意思 这是固定的语法 set set什么呢 注意 这里边有一个字段 有一个字段 有一个字段 叫这个值 之后呢 我们mysicle 这个数据库呢 存的密码都是加密的 加密你需要 这个叫做内置函数 需要用的 加小块是给它传餐的 用这个内置函数 也就是这个值 这个字段的值 是不是这个加密后的值啊 加密后的值 然后well是加条件的 update 一定要加条件 我们会专门讲update 更新表的时候再给你细说 好吧 加条件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表里是不是有很多条数据啊 update 我就指定一下 只改某一条数据 不能都给它改了 是意思吧 不能都给它改了 well就是加条件的意思 后边呢 我就user字段 是不是有user字段 user字段等于root它的 并且啊 host等于localhost它的 是这意思吧 就这意思 啊 就这意思 好 那这些字段怎么看呢 我告诉你一个命令 现在简简简单进行啊 desc 然后呢 mysicle mysicle.user 这是看这个user表里边哪些字段的 那现在这个是比较乱是吧 要乱 我们还是杠g 是吧 杠大g 嗯 大g里边好像稍微有一点 这么多字段啊 那首先我们 看这个吧 咱们是不是刚才查了这个user的一个 所有的表里边所有数据啊 这其中是移入就是一行的数据 那这里边是不是它的字段名 这是不它是直啊 好 它是不是有host的字段 有user字段 啊 咱们改的就是这些 加的条件是不是就这个啊 刚才在这改update的时候 加的wire条件就是它 ok吧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字段啊 它是一个加密 咱们找呗 找找找找找找 哎 看是不是这个啊 就改变 你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串 你看不懂的东西啊 没有规则的 这就是加密host的密码 就改在它 条件是user等于root它的 host的等于localhost的 并且改变这个字段的值等于加密host的值 这样的话直接硬改 强制性的 把这个密码直接改过来 对吧 啊 就这种 好 那现在有操作它 我们操作 来 我复制单线 改成123 由于 刚才呢 我再打开一个中端 由于这个什么ss 先给你说清楚了啊 vi那个etc下的myclf 由于我这里 这里是不是有这几行啊 这两行啊 这是配置简单密码的 由于这两行我同时设置了 所以说我现在有了 如果更新这个密码 有效的话就是我们用简单密码就可以 如果你不用这个有可能就会报错 好吗 ok 好 那现在我们来 rb up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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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样子了是吧 变完了是吧 还没变完 好这是没问题了 好我们要更新这个数据库的这个表 然后呢设置一下 设置哪个字段等于什么值呢 这个字段等过已经加密空的值 一会你输是不是就输123就行了 然后呢条件呢是用户是root的 并且呢主机是local host的 OK吧 好现在完了 完了之后呢你现在就可以什么 退出了 对 退出之后呢你是不是应该还给他 编译回来啊 卖点这个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有一个生长环境 有种小师傅 我一个哥们呢就是同事嘛 一看就是也是刚 刚去就没有说有太多实际经验 他就发现大家还有一个终端呢 就有这个东西才看不懂啥了 随便弄了一下 他还有一个习惯 他为爱之后呢直接扛入地了 他就直接放到后台 然后他就再打开是不是有打开两个文件 有缓存啊 他说要删除或者怎么样 他不小心卡给他删了 最后删完之后呢 反正原文件也没了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总而不知道他怎么操作的 那人家其他系统给他的一个数据 就没了 没了之后就在那发愁 倒不及善悟 就出汗了 也不说 也不跟我们说 然后又小组长嘛 随便看他不对劲 就得了咋回事 这才知道 所以说你们生长环境一定要注意啊 这些不要用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直接 VI之后呢 他因为扛入地之后呢 他就是关闭了VI边 你信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以这扛入地是放好台 放到后台了 是这意思吧 好 那这个咋整个 是不是继续就行了 我也不删 这个的G 大G 放到这个 那现在是注视一样 是这意思吧 简单没完 这两行不能注视了 好吗 保存退出 然后呢 是不是重启了 好 我去看另外一种呢 我给他关了 然后管理币 那个我忘记了 CTL Restart Restart 让人买CycleD 好 启动之后 我是不是 GChall 买 买Cycle 这时候 你看 是不是已经不行了 你必须要密码认证了 对吧 好 那杠P 是不是指定密码啊 小P啊 一二三 此时呢 他会默认 用本地的这种方式去登录 并且指定 使用UTA用户去登录 好吧 好紧张啊 会不会演杂 好 好 好 是不是登录上了 哎 运气真好 运气真好 收一下 BATA B B A S 是吧 OK了 哎 这就是 取管密码啊 这个 取管密码 还有什么 这种密码忘记的时候 处理方式了 好吗 好 来 你想试了 可以试一下了 好吗 上后就不讲了 好吧 para 好 对 好 哈哈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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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